交通部原本预定在7月底前 选定高铁宜兰站设站长址 不过到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消息 对此县长林茲妙表示 他上任后非常重视县内的交通问题 也不断向中央来争取相关建设 包含了铁路高架 高铁延伸宜兰等等 而且都获得了行政院的重视 许多次都到县内进行会刊 至于高铁宜兰端的站址 县长强调会尊重中央的专业决定 铁道局针对高铁延伸宜兰端站址 提出市城 宜兰 县政中心 罗东等四个方案 并预定在7月底确定设站地点 对此县长林茲妙指出 虽然目前宜兰端站址的位置 中央都没有说要设在何处 但县政府会尊重专业并极力争取 只要高铁能延伸宜兰 设在哪里都尊重 宜兰县的灾车这么的严重 所以我们的铁路的高架 高铁的延伸东部的快铁 高铁的延伸我们也向中央争取了 那行政院长交通部长 当时都有来会刊 然后对我们宜兰县的交通建设 我们都希望能够赶快来帮我们的建制 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中央的专业 中央还没有告诉我们 还是尊重中央的专业 我们会继续的争取 希望高铁能够延伸到宜兰 不管在哪里 只要到宜兰我们都欢迎 整容处表示 县政府之前以国土计划的角度 和都市发展构想等方向 建议中央选址宣室 但是地方有很多意见 而且目前高铁延伸宜兰的进度 比原先的计划落后 为了让设站地点早日决定 并让高铁尽早来到宜兰 改善宜兰的交通 才是县政府的重点 那之前我们是建议在县任中心 有些考量 那当然地方上也有很多的意见 那看起来整个高铁的进度 跟原先预计的进度 都稍微有点落后 所以县长还是希望说 让这些设站的地点能够赶快来决定 那怎么样让高铁进来宜兰 改善整个交通因素 才是比较重要的课题 所以不管哪个站都可以 县长已经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能够尽数来核定这个站值 让高铁的进度跟铁路高架 还有东部快累的进度 都能够持续的来进行 这样子是比较重要 宜兰新闻记者 賴福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